大家好,我是楊老師 今天要介紹的就是這本故事書 叫做怕浪費的奶奶 她應該是超級浪費的 開始 開始 怕浪費的奶奶 有一天 盆子女的菜沒吃完 碗裡還有飯粒的時候 她就會來跟你說 真是浪費呀 為什麼呢? 因為她這裡有飯粒 這裡有飯粒 這裡有水 我就要吃光它 嗯 靜靜 這麼多 真是浪費 我幫你吃掉它 好不好呀 一口摺一口 吃一吃 甜一甜 哇,把這個筆掉 又舔個碟 嗯 應該很喜歡吃東西的 這個婆婆 哇,連她的臉 都要 都要 一、二、三、四 嗯 嗯 都可以說 都是飯粒 哎呀 這裡也連著 這麼多飯粒 真是浪費呀 猜一邊說 一邊在我的甜來甜去 的 不要呀 真是浪費呀 讓我來幫你甜幾下 甜來甜去 甜甜甜 哇 好骯髒呀 嘩啦嘩啦 水龍頭開著不關 這時候 它 就會來跟你說 真是浪費呀 噢 刷牙肯定要用水的啦 用一杯水刷牙就夠了 可以浪費呢 嗯 為什麼不用用牙刷呀 那一整 結果 我忍不住哭出來了 嘩 嘩 哎呀 真是浪費了 眼淚眼淚眼淚都要浪費的嗎 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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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哎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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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嗯 當你把紙 紙捲成一團又一團的時候 它就會來跟你說真是浪費呀 啊 紙要用的嘛 怎麼可以浪費呢 這些紙幻可以拿來換 你不覺得丟 丟了太浪費了嗎 攔開 掘直 你貼上去 紙拿紙拿 紙拿 貼一貼 你看 怪獸套裝做好了 嘩 嘩 一發現短短的筆頭 如筆 圓筆頭 它就會來跟你說真是浪費呀 筆就要用的啦 斷了就是斷了的啦 紅橙黃綠黃綠藍中指 把這七支圓筆頭 組成一團的話 會變成什麼呀 彩虹筆搭得了 嘩 好美呀 這麼多東西都可以重複用 當你正想把橙子皮掉了的時候 它就會來跟你說真是浪費呀 它橙皮要扔的嘛 可以用來浸浴的 可以用來浸浴的 曬乾的橙皮可以拿來泡 洗澡 洗澡 很舒服的 怕個暖和的橙子肉 天黑了開燈吧 咳 包住 嘩 當時浪費呀 我要回家了 怕浪費的奶奶 嘩 說完 就回家去了 嘩 為什麼要開燈呢 真是浪費 天黑了 上床睡就好了嗎 嗯 真是浪費呀 真是浪費呀 你有沒有浪費這些東西呀 怕浪費的奶奶就說完了 拜拜 就好 有意見 有意見